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了解介绍的是一部文艺科幻片《狭小的世界》 胡子哥是国土安全部的一名高级研究员 他负责研究访问者以及与他相关的现象 在2010年 他们检测到一个物体正在向太阳系飞行 天文学家认为那只是个彗星 直到他故意绕着木星飞行以降低速度 他坠落在了莫哈维沙漠 胡子哥是最先到场的人之一 等他看到眼前的场景 他惊呆了 那是无法用言语能够描述的 甚至可以称之为奇迹 一个超巨型的外星机器人 这是一场人神之间的对抗 他脉动着巨大的步伐往城市里走 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政府派出军队 倾尽武力去攻击他 而他完全没有回击 无论是多强程度的攻击 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哪怕他用武力回应都比无动于中要强 嗯 愚蠢的人类 有人说他去城市是为了交朋友 南加州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 艾米丽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机器人很孤独 国防部则认定 他会对人类造成威胁 大城市里存在这么一个庞大会移动的东西 是人类无法接受的 但没人知道 如果惹怒了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们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 甚至将他视作流离失所的抵达者 就像是地球上的一处奇观 他并没有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人们认为他很消极且一无是处 他没有破坏或者是保护任何东西 艾米丽甚至认为 他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天真 虽然对人类来说 这个外星机器人的行动非常的不合理 但他并没有丝毫的恶意 他的不回应可能只是因为他不理解 无论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和每个人类一样 完全是不透明的 他的行动也很有规律 晚上他经常会去一些旅游景观 白天则穿过城市去看飞机的起降 总是坐在海滩边相抹时间 像是在等待什么事情的发生 胡子哥甚至露下了他内部的心跳 从而感受他的存在 这段心跳刚好构成了一个摩斯密码 SOS救命 这个求救信号似乎引来了更多他的同类 胡子哥相信总有一天 当机器人准备好后 他会将一切告诉人类 一切的答案和解释 艾米丽则表示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他 因为在人类内心无法预知的空洞里 其实都隐藏着最好的自己 无论是什么突然冒出来的想法 那都是本质的一部分 或者说是另一半的自己 有的人表里如一 但这并不会让他们变得更容易为人所知 每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是奥秘 说完艾米丽便开车在公路上挤驰 像是要去找什么人 胡子哥所在的场景也逐渐显现 不是国安局 而是一个破旧的废弃仓库 艾米丽和胡子哥的过往不断闪现 她来到海边 看到了正在这里的胡子哥 喊出了她的名字 胡子哥回头看到了自己的爱人 她身边的那个外星机器人却突然消失了 在我的理解中 外星机器人就是胡子哥的内心 艾米丽从头至尾谈论的 也都不是机器人 而是胡子哥 他们曾经非常的亲密 而胡子哥孤独患者的本质 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身为心理学家的艾米丽 也会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而最后的场景也证明 他们之间的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直面自己的内心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 后感觉到这次体面白 Verantwort人员里来寻找